师父你好,那个就是我吧,那个上周的周日吧,本来我想做首诗,然后给您那个就是开心开心,玩节目,然后也打你去。 你还能做一首诗啊,原来你是诗人啊,就是下雨天,下雨天在外面没打伞,然后走进房间里叫诗人。 谢谢你师父,哎呀,我太开心了,师父给您做了啊,你请。 观音大事佛缘身,救度苦难情义真,若有众生求观音,化现贤结亿万身,救苦救难菩萨因,慈悲怜悯众生心,都是久劫佛缘身,如今誓愿观世音,观音伟派只义人,当今下凡度有缘, 此人名为却,此人名为却,此人名为卢君洪,依教奉行,度有缘,弟子都应擦亮眼,不要迷失跟错人,现今末法非常乱,不要怀疑观音身,台长今生成大愿,救度有缘,爱无边,不畏明来不畏力, 只为心中佛缘浅,今日说法属自在,望你坚定心意几点,现今末法时期乱,诸摩障道悔道心,菩萨深感众生苦,希望如等心意减, 只要修行,只要修行,只要修行,不日就能有信心,学佛修心靠坚持,坚持可患凭语暗,不要怕苦,要坚持,心中正念,记心间,不有苦来,哪有甜,都是经历千般难, 唐僧九九八一难,消苦消瘦到天边,如果没有肉身苦,等可上天享受甜,希望弟子度有缘,坚定道心和佛缘,今生末班大法传,只有坚定方上传,六道轮回苦不苦,不要造业出离难,众生智慧尚未开, 跟好台长指路人,不要犯派再怀疑,造下恶业难出离,今日说法属无心,劝导众生莫怀疑,坚定道心莫流转,直到天上正菩提,观音试至阿弥陀,守直金台莲花座,就度圆满皆众生, 法喜天上天天乐,希望儿等好好修,修成果位莲花座,只待人间夜宵尽,西方三圣来接引,众生疾苦菩萨知,闻生救苦菩萨行, 加持弟子菩萨愿,正德连台菩萨愿,感恩十方三日,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感恩大家,感恩师傅。 没了,我看你有很多人一起写的,有时候呢,写那么像模像样,稍微弄几句还正规一点,过两句呢,又像小孩写的,又两句呢,像这个在家庭妇女讲的, 但是呢,凑在一起呢,把心愿都表达出来了,也好,也好,我们反正蛮开心的就好了。 谢谢师傅,谁说开心,我就开心,我可想师傅呢,都四次没打进电话了,谢谢师傅。 师傅啊,您太神了,那个上周的那个,就是您在广国里说,你说的,他们打不进去电话的人很有烦恼,其实我,我也是那次很烦恼。 很烦恼。 谢谢师傅,您太灵验了。 好了,师傅,我在那个,我还请您验证一下啊,那个,您听一下,然后一会儿嘛,我那个集中那个提一下问题,您听一下,验一下啊, 现今末法时期诸魔杖道,毁其重道今,方称魔孙魔杖,乳之力知晓,切不可轻举妄动,然天眼天耳,以上报天庭玉帝,待玉帝下旨,方可降魔除杖,耳之力非不足,而非道也,切不可打草惊蛇,引火上身,虽未惩处。 已有众生,已烂其足,其相不可观,时不常矣,久皆伤痛入骨,骨入心肺,乃至逢结必破,坏其相也,也为料也,果,乃当今可做不可做,可说不可说之因, 揪其因,揪其因由,遂夜暴不减,地狱不恐,果暴不消,此乃苦之般苦,无益以容,再等苦难消尽,抽筋拔骨,遂不能出离尔尔,当皆天下,苦之若苦,以佛法最为能令其重解脱, 应广为传播,其功德亦大,如,说不该说之言,动人因果,其罪业之大,难以出离,属实为甚难,劝其重,一定要跟随正法,切莫贪图利益恩惠,断掉累世修行的佛恩,如来增上,师父,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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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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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告诉,你记住一句话,对不对呀,善的是渊源流长,饿的,那是不会常乙,啊,酒不常乙啊,我告诉你们记住了,好的东西永远流长,你比方说,对不对呀,啊,比方说我们佛陀的那个佛经两千五百年, 我们中华的文化 五千年渊渊流长 对不对啊 好的东西 对 你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它能多带多少酒啊 不就没了吗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对不对啊 好 当年 当年那个那个那个 很多不好的东西 现在就没了 对对对 明白 好了 师傅 我再说一个 我一会儿再提问啊 那个 焉无始节 众生 根气已变 初始的善心 已经渐渐被凡尘所在 今欲观世音如来 九远节以前发愿 要度尽苦难众生 有求必应 而等才会遇到 如此殊胜的法门 现今卢君红 也是天资骄子 天上的食品果位大菩萨 如今成愿而来 也是要度脱苦难众生 如今末法时期 邪魔横行 当今日后会越来越多 希望众生不要忙乱 因为已经到了末法时期 此时的天时既是如此 无论众生学合法门 只要是正的 就可以随自己的缘分修转 不要强行扭转别人 开悟法门 如遇到他人诽谤我们法门 应该怎么办 首先不要去听 然后不正的东西 不要去看 因为不正的东西里面 是有魔力的 会使很多人 看过之后上当 然后依止着 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去修 心中全是正的佛法 怎会入得进魔法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同修 刚开始修得特别好 度人教别人 可以说是红法的模范 那最后怎么就变成了坏法的反叛了呢 理由很简单 心里很贪 还是贪图名利 不畏惧因果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是正的 在护法 但是恰恰 他们的私心让他们走偏了 中了剧毒 他们很可怜的 到时候身体会流脓 很臭的 会全身爆炸而死 很惨的 人间的惩罚 就够吃不晓的 还完还要下地狱受罚 永世不得超生啊 非常可怜 希望众生能够深信 因果的道理 不要去尝试挑战因果轮回 果报来时 后悔都晚已啊 还有欺骗 同修撤佛台的 说到了观世音菩萨 怎么怎么样 胆子真不小啊 自己不绝了 还骗人家诽谤正法 这些人等着下地狱吧 没办法 菩萨慈悲 一再的给众生机会 告诉我们 不要去执行 我们也是等了 再等 希望众生幡然悔悟 但是等来了失望 我希望借助你的手 把这一段开示 弘扬出去 告诉那些 还在诽谤正法的人 你们趁现在 菩萨慈悲 没有执行天命 赶快念礼佛 大忏悔文忏悔 我们还能揪起 你之前的功德 帮你们一把 否则天命下来执行了 你们害怕了 就晚了 希望今天 看到我开示的人们 有错改错 不要傻傻的 去诽谤正法 否则不光折授 地狱的果报 就在你的节上等着你 今天开示就这么多 发台上审核 然后宣传出去 感恩观世音菩萨 没了师父 这谁说的 这个我感觉是动乱圣佛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感觉有菩萨 跟你讲话是不是 对啊 是早上还是晚上的 早上 天网会会说 你说是对吗 师父 你说呢 我觉得对啊 因为我白天上想的时候 中午十二点 你对了吗 对了吗就对了呀 嗯 啊 我告诉你 记住我一句话 告诉我 我问你一句话 你在人间 骂人的人 会不会有报应 他不是个好人 好了 那么诽谤人的人 有没有报应啊 有报应 在人间还有诽谤罪呢 对不对啊 可能吗 我问你 你诽谤菩萨的话 你诽谤法门的话 你说有没有罪啊 好了 有罪 好了 那这个 那你就看看那个 看看天上那个菩萨讲的 对不对 你们就知道了 一对比你们就知道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 师父 问一个问题 就是 请问这个 诸魔障道 毁其中道性 怎么理解呀 师父 诸魔障道 就是在末法时期 学坏的人多 学好的人少 听得懂吗 让你不停的去做坏事 学坏 讲坏话的人 那么这些人就是魔 障道 就是让你们不学好 现在 有些人刚刚学好了 又被人家拉去抽烟的 喝酒啊 刚刚要吃素了 又被人家拉去吃荤了 这是不是叫 诸魔障道啊 对 是 好了 嗯 明白 然后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下 天眼 天耳 上报天庭 玉帝 拜玉帝 下旨 方可 除障 那个 为什么 那个要 千里眼和顺松耳 要上报 玉帝 下旨呢 不是 咱 那个 护法神 就直接可以 相邀除魔吗 你要记住 那为什么要包围天灵玉帝 这就是告诉你 因为在人间不同的罪 你也有不同的人管的 如果 比方说你是学佛人 对不对啊 你是学佛人 学了已经有一点点果味了 那么你 做错事情 诽谤 正法了 那么这个就是要由护法神惩罚的 那么有些人呢 啊 障道 弱魔障道 他没好好学 他还嘴巴里乱讲 或者乱诽谤 这个就是由地府管 要上报天庭 上报玉皇大帝来下旨 受他的命 折他的受 听得懂了吗 哇 听懂了 太吓人了 我看你 我看你啥都不懂 然后 太吓人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 嗯 辱之力之脚 切不可 轻举妄动 而之力 非不足 而非抱也 切不可 打草惊蛇 引火上尘 请问师父 如果有诽谤者 刻意到我们供修群里 诽谤 发诽谤言论 影响师兄们 道歉 很多师兄感觉 头疼头晕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醒大家 不要跟对方起正面冲突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是人 就是 魔 不是有魔法吗 然后我们 要是直接跟他们正面去 理论 也会伤了我们自己 然后 因为我们还有肉身 是吗 这样 师父 我问你 如果 你的家人 人家来伤害你的 伤害你 对不对啊 然后呢 直接伤害到你的家人了 你作为家长 你要不要 要不要出来抵制啊 要 那你就逃走了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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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理计争啊 你讲我们的正能量的东西 就好了吗 你不跟他 你可以自己写 自己心灵访问怎么好啊 多少感受啊 多少好啊 对不对啊 对 他写他的 他下地狱 你写你的 你上天堂 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不要躲坑 你要坚强的站出来 写文章 写不是跟他斗 是写正能量的 我们应该怎么更好地学 更好地精进 更好地努力 来鼓励大家 听不懂啊 听他懂 好了 明白 嗯 然后 下一个问题 虽未成处 已有众生 已烂其足 其相不可观 时不常矣 久皆伤痛入苦 古入心肺 乃至逢劫必破 坏其相也 也为料也 请问师傅 是不是诽谤 正法的人 都要受到人间的伤痛折磨 然后再去地狱 受罪呢 我问你 我问你有一个人 匪方台长 最后走了 死到之前浑身插满管子 现在还在地狱 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的 他会看图疼他 还帮人家放生 还练财 好了 嗯 知道吗 就好了 明白了吗 我看你有时候 真的很傻 你什么都不懂的了 那么菩萨 菩萨就是因为你 上辈子的一点根基啊 你这辈子真的浪费时间了 哎 嗯 明白了 然后 那个 逢劫必破 坏其相也 也为料也 是什么意思呀 师傅 逢劫必破就是说 他只要到了劫的时候 他马上就倒霉 他是随劫而生的 就是你369的时候 你本来就有灾难来的时候 因为你诡弹了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罪上加罪 他就可以把你带走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哦 什么什么 什么鸟叫 哦 好 然后 当皆天下苦之弱苦 以佛法罪为能令其众解脱 应广为传播 其功德亦大 如说 不该说之言 动人因果 其罪业之大 难以出离 属实为甚难 劝其众一定要跟随正法 切莫贪托利益恩惠 断掉累世修行的佛根 是不是 是说 弘扬佛法就是功德无量 诽谤证法就是地域无贬呢 师父 师父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你都知道了 就别讲了 好吗 好好好 我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啊 那个 劝其众一定跟随正法 切莫贪毒利益恩惠 断掉累世修行的佛根 为什么 呃 有些人会 那个 匪谤证法 是不是因为 当时 当时贪图利益恩惠呢 是不是 师父 匪谤证法有很多 有的是带着嫉妒心 啊 有的是带着魔心 有的是 对某一件事情 时间长了 他得不到他的目的 得不到他的利益 他就会产生 啊 退转之心 都有 什么心都有 根据他的业障 所为 所以 当一个人 执着的以为 自己是对的时候 你就很难劝他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行 听懂了 师父